一座靓丽的地标呼之欲出 超过400个单位的酒店级公寓 即将全线面市 王府井一个响亮的名字 一个极高尚住宅 宾馆与商业为一体的城市综合体 华丽大堂 瀑布式泳池 名家巨匠乔用了每一寸面积 王府井 绿洲上的家 一个五星级的家 7月9号公开发布 查询热线905-888-6788 观众们 早上好 现在是早上的8点31分 欢迎来到我们的国语嘉宾访谈环节 今天我们的嘉宾请到的是 标叔 标叔 早上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那么标叔之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给我们讲了有关于 这个夏天的这个比如水上活动 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今天标叔来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话题 是有关于TTC的交通安全周的问题 那标叔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安全周会我们主要讲 介绍一些什么东西呢 这个星期我们多很多警队都会特别留意 在所有关公车有关的交通乏力 因为过去的数字呢 很多朋友呢 在夏天呢比较匆忙 那个也有时新朋友来的时候呢 他可能也不知道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刚来多很多的时候呢 我也不习惯 因为你在当趟开车的时候 可能不知道那个电车特兴间 在中间停下来 是 因为我们没看到那边有一个站 那所以呢就是大家要知道 当你在当趟有这个电车的时候 你要小心 他差不多要停站的时候 你是要慢下来 因为他停下来 他门一打开 就相当于那个substile 那个红牌 你看到他门都有个红牌 要是你不停的话 那是110块扣三点 那另外万一你撞到人 那就更糟糕 所以大家要千万小心 那另外呢 当然我们也说 下车 坐车的朋友也有留意 当你下车以前 门打开 不是你马上就走出去 先看清楚 车子有没有停下来 是 你才下车 那最安全 对 那另外呢 那我们在uptown上面 其他没有电车的地方 不是说你就不用管 不是 几年前我们的条例 当公车停站之后 他要离开 我们在第一 车子是需要让他出来 可能你要是第一台车 在停在红绿灯 第一台车跟他平摆 你可好像可以过 你就让不了了 你就可以走 可是第二台车 你应该是让他出来 你不让他出来呢 那是110块扣两点的 所以大家要千万留意 是啊 那么刚刚标书提到的 这个两个问题 其实我们大家 很多观众朋友都知道 就是说 大家都不喜欢 去开车去downtown 为什么呢 其中就有这个street car的问题 因为这个downtown的 这个street car呢 它呢 一个是行驶比较慢 另外呢 你行走在这个street car 有这个铁道的路上 其实也不是太好开 尤其冬天的时候 还是比较湿滑的 那么刚刚标书呢 就说到了走到这个 由street car的这种路上 要特别的小心 首先呢 就是当street car 感觉要快停下来的时候 你要减速慢行 因为它的车门一打开 就会有一个小的stop side 这个车牌亮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 就等同于是红灯了 如果你没有停下来 就会被罚110块钱扣三点 其实我觉得 从香港来的朋友可能 因为香港可能还会有 类似于像street car 这样的街车呀 或者有轨电车 但是好像大陆来的朋友 还真的挺不习惯的 所以呢 新移民来到加拿大的朋友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还有呢就是 我们很多在国内开车 习惯了的朋友 都会有这种汽车 与汽车争抢的这种习惯 那么到了加拿大 尤其在多伦多 要特别的小心 因为在这个公车的后面 会有一个让牌 就是明确的贴在那里 所以呢 如果有大车离开他的这个停车站 准备要行驶到正道的时候 你作为后面的小车 一定要礼让 另外最重要是很多你要留意 不管在down time up time 当很多朋友他们坐公车 他要转车的时间 他这边一下车 他都会走过对面马路 完全没有看到旁边车子 当时是应该行人走 还是车子走 所以大家要千万留意着当你 我知道大家都赶时间 可是你的生命最重要 因为你很多你看到 他们一赶时间 他一下车马上就走到对面 他不管旁边有没有车子走出来 很多就是从那个公车的前面 还是后面特别人间过马路 我们在旁边 当你当然我们开车的 你到那个公车站 有看到大巴停的时候 你应该小心慢一点 因为特别人他走出来的时候 你看不见了那就出事了 所以这个是最危险的 是 加拿大的交通法律 都应该是机动车来让行人的 行人是最重要的 但在很多人的心里就觉得 刚来我最重要 那么你们所有机动车 就应该让我有这样一个心理 但事实上你的生命还是最重要的 有的时候不要说一定认为机动车会让 因为可能每个人都会有疏忽的地方 另外最重要呢在安省的法律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责任 不管你是走路的 自车车的 都应该有责任 开摩托车的 你不是说我是行人 我也走出马路你要停 不是 你在不应该过马路的地方 过马路是你不对 你在不应该过马路的时间 过马路也是你不对 我们很多交通灯都有红绿 行人的灯号 你是需要按灯号过马路 你不能说没车子我不管 当然没事 可是有事呢 我们算起来你会吃亏 这个是最大问题 是 那昨天下午呢 很多朋友如果出街的话 都会发现昨天下大雨了 有一段时间下了大雨 那么昨天我在开车到这个Bayville的时候 居然还有一个人 在那么大雨的里边居然横穿马路 其实当时的这个事件已经非常的模糊了 这个雨刷已经是刷到最快的速度 那么这样的行人 这样穿过马路 其实是非常的危险的 包括晚上的一些夜间行驶了 对 要是万一出事都是他自己吃亏 因为你在不应该过马路的地方过马路 那特别这个天气 我们常说交通安全呢 灯光 天气都会有影响 你穿的衣服好像为什么冬天 我们都是穿的比较沉湿的衣服 有时候比较危险 那另外呢 我们要讲一下 有些朋友就问 是关于抽烟的条例 抽烟 大家记住在我们安大利省呢 有个规定 你在工作场所室内还是娱乐场所 不管你到餐厅去 你都不应该在那边抽烟 因为你这样我们可以给你300块的法单 公共场所 对 另外呢就是餐厅的老板 还是公司的经理负责人 你是有责任 你要是让员工在办公地点抽烟 室内抽烟 我们要给你300块的法单 当然我们说这个抽烟条例是上的条例 当你在餐厅看到轮桌旁边有人抽烟 你是不应该自己走过去说 你不能抽烟 你应该找那个餐厅的经理 去跟他说他不能抽烟 他要抽烟的话他只要离开 离开 是 要是他不离开 你就可以找警察来 我们给他罚单 你就不要说自己走去跟他说 你不能抽烟 这个是餐厅我受不了 这个不对 你应该是餐厅的负责人 因为这个是省的条例 要是违反刑法 好像抢劫啊 偷东西啊 那是刑法 那我们每个公民都有这个市民的拘捕权 可以制止这个罪案 情况不一样 抽烟的话 我们不能直接说你不能抽烟 这个地方不能抽烟的 你应该找餐厅的负责人 还是向办公地点的 你向你的主管投诉让他去处理 你不能说我的同事抽烟在那边 因为主管不管的话 我们会给他300块的法单 好 谢谢 彪叔今天给我们带来了 这个有关于抽烟的一些条例了 包括一些TTC的一些交通法规了 那么其实这些都是跟我们日常生活中 息息相关的一些事情 所以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彪叔每次给我们带来的 都是跟你的生命健康有关系的 一些重要的信息 谢谢彪叔 今天我们的采访 谢谢 好 我们一会好生育对于碰再回来